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今天在纽约时报登了一篇介绍王沪宁的文章 我没看 我没看 看个标题 说王沪宁你干了三届了 就干了三届了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那王沪宁现在混到这个常委了 中共最高的权力机构 说你舒服吗 这个标题大概是这样 说你舒服吗 那我看 我觉得蛮可笑的 就是蛮可笑的意思就是说 你到底是要从哪点上去说 他舒服不舒服 对不对 今天在中国的环境中 一修陷 一说要修陷 就说在百度里面 这个要求移民 寻找移民的这个这个 人们这种查询资料的这个频率 骤然升高 然后在推特上有人说了 小样子你现在才想起来啊 晚了三春了 这个黄黄菜都凉了 吃黄黄菜都凉了 现在想移民 现在那些移民国家他也不接了 他压的案子都弄不完呢 他现在都弄不清楚了 对不对 两头都够不着了 在民主有钱的人 用了在中国利用自己的权力 利用自己的关系 利用自己生命中恶的一面 获取了钱财 那他再恶他干不过共产党啊 对不对 所以他知道共产党更恶 他就出来移民出来了 移民出来了呢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呢 他是讲人的自我约束的 他上哪约束的呀 所以他把正常社会的人的自我约束 当成自己放纵欲望的一种 怎么说呢 一个机会 说你老外都是傻瓜 就他是精弹子 就他是精弹子 别人都是傻瓜 你们家精弹子能怎么着啊 是不是 这个精弹子你看到外头 在民主的社会环境中 美国加拿澳大利亚 但他的行为 他的言谈 他的举止 还是共产党的中国 他就那东西 那家伙就这样 好 一个就这样 就这样的时候 当有任何摩擦的时候 当他遇见比他还这样的人的时候 你知道他说什么 你记住这地方不是中国啊 这地方是讲法治的 又来了 这话说对不对 对 这人插进不插进 太插进 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毁了 共产党把中国人毁了 用三观 人生观 世界观 还有什么 忘了 这个 还有什么方法论 灌输了共产党无神论的理论 把人全都灌输成大肉蛋的 他活着就是这块肉蛋的 八二宪法 被人们认为 被很多文化人认为那是对的 但是用了一个对的八二宪法 邓小平玩死你们 很多八九六四过来 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学运领袖们 还在维护着八二宪法 邓小平没有八二宪法 那天就杀不了你们 宪法里规定党政分开 宪法里规定国家主席是须职 宪法里规定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 是合并的 邓小平是军事委员会主席 所以他可以杀掉党的总书记 也可以杀掉国家主席 国家总理 国家主席 在八二宪法里去掉了党的主席 从而让军委主席一人做大 表面上三权分立 实际他把人全给干了 干了你二十年后 二十几年后 快三十年了 你从一个十几岁不到二十岁的孩子 今天都奔五张去了 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你连你三十年前人家整死 你都不知道怎么整的 这么多年了 你就没明白 他站在宪法的角度来讲 干的八九六四 那是他至高的权力 八九宪法 BBC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的 修宪连任 二十大后 中国何去何从 二十大后 你先说明天 三月份开完会 何去何从 我觉得这话 说的有点远吧 林河丽 中国问题专家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道退道行逆施 犹如回到毛泽东的时代 四九年到七六年 毛泽东拥有绝对权力 四九年到七六年 毛泽东拥有绝对权力 1954年的宪法 毛泽东做了一届国家主席 第二届就是刘少奇 结果刘少奇拥有兵权 国家主席拥有兵权 所以在当时的宪法中 是真正制衡了领导者 中共作为政府中 制衡了最高的领导者的权力 才出现毛泽东跟刘少奇 你死我活的博煞 用了文化大革命把他们都干了 然后到了七五年 干脆就把国家主席跟副主席给取消了 如果没有绝对权 没有真正的实权 毛泽东没必要取消他 习近平是个冒险者 他已经打破了所有邓小平引进的改革 上期节目说了 他现在叫变革 孔杰荣 废除主席限制 让人们已经忘记的毛泽东独裁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教训 这是文革之后写入宪法的 目的是防止回到一人独裁的事情 所以这是非常荒谬 就我个人来讲 我根本就没在乎 也没想过那些什么宪法不宪法的 有共产党在其他东西都是 都是工具 法律都是工具 对不对 宪法里有政法委吗 宪法里有政法委吗 这脑子也不是怎么了 毛泽东执政后期看到了很多阿谀奉承 那我认为二十大之后 你会看到这些毛泽东后期的现象 这里头说的 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的政治学的助理教授 叫做史宗汉 这个人蛮有名的 那我以为这个基点都在共产党基础上 当然在我眼睛里 共产党没了 所以这话都 这个东西明显就是两回事了 习近平已经让外界知道 中国梦是他的目标 持续增长地缘政治 可能他会在可见的将来担任领导人 是 在我眼睛里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他个人最生命的认识理念 如果他的生命认识理念 延续了中共的 共产党的利益上的一套的时候 中国不久将遭遇天灭之灾 因为他做的一切走到现在 顺天意而为之 怎么做都成 走到现在不是他的本事 是顺其天意 顺其天意的本身是恢复生命 恢复人性的认知 当他获得权力从而改变 扭过脸来去欣赏自己欲望的时候 哎呀明天摔一跟头 一个大头枝都能扎死他 你信不信 当年我跟大家说过 对应的第二次血月的发生 就是1968年 党主席毛泽东杀了国家主席 刘少奇 这一次的血月是2014到2015 结果他见了马英九 那是国家的正常的国家总统 结果呢 时间延续了 到了2018年1月31号 出现了一个硕大的蓝血月 很类似甚至超过当年的 这个2014-2015的血月 而那个 而这一次1月31号血月的描述 很类似2015年9月22号 那一次的血月 那一次好像是应对了中国人的中秋节 我们当时说是习近平错过了日子 当时应该杀掉 应该抓起江泽民曾庆红 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但他怂了 他真怂了 怕死了 因为5月份的股灾是经济政变 709的维权律师被抓 是政法委系统对他发展开的全面打击 8月12号的天津大爆炸 是军队人要杀他 所以在任何一个层面都是他的劲敌 在连续大概也就三个月的时间 向他干了三回 所以从而他 他快走的步伐收回来 只抓军权 用了2016年一年 到了2017年一年 半年吧 多半年吧 几个军委主席 几个上将 六个大概是 全被他咔嚓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结果今年却再给了他一次喜悦 二月份就开始出这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